6月21日,NBA选秀大会落下帷幕,壮眼西安威廉姆森被提胡队选中,灰熊用榜眼先选中了贾莫兰特,尼克斯用炭花先选中了巴雷特。 西安和莫兰特都出生于2000年,这意味着NBA迎来了00后球员。 壮眼西安具有很高的运动天赋,和超强的身体素质,他被很多球迷和业内认识,称为下一个勒布朗詹姆斯。 6月16日,提胡与胡人达成了交易协议,安东尼戴维斯被交易至胡人,这位2012年的NBA选秀壮眼,将离开提胡。 浓眉哥终于如愿与詹姆斯联手,球迷也兴奋地表示,两人联手一定会夺得NBA总冠军的。 胡人队对史16次夺得NBA总冠军,仅次于凯尔特人的17次。 前胡人球星科比布莱恩特的整个NBA生涯,都效力于洛杉矶胡人队,他在胡人度过了20个赛季,增随紫金军团5夺NBA总冠军。 科比有着超强的身体素质和惊人的弹跳力,他被称为小飞侠,后仰跳投是他的经典的分析巧,由于科比的身体协调能力很强,所以他在做这一绝技时,画面十分优雅飘逸。 科比在2016年4月退役,2017年12,他的8号和24号球衣,举行了退役仪式。 但他永不言气的慢巴精神,依然鼓舞和激励着很多球星和球迷们坚持不懈,勇敢追梦。 科比在退役后,虽然没有成为NBA的一位教练,但他担任了自己二女儿吉安娜所在的篮球队的教练,这支球队名字叫慢巴队。 科比曾被拍到过,在场边指导女儿的照片,吉安娜双臂自然下垂,快要到膝盖位置了,令很多网友惊呼遗传基因太强大。 近日,41岁的科比与妻子瓦妮莎,在6月20日迎来了第四个女儿,他们几乎同时在社交平台上,宣布了这个好消息。 科法瓦妮莎首先发文称,我们的小女儿降生了。 她叫卡普里科比布莱恩特科普里科比布莱恩特,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孩子的祝福。 随后,科比也发文称,我们感到特别兴奋,我们的小女儿Coco,来到了世上。 科比透露宝宝的昵称叫Coco,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恭喜和祝福。 不过,众多球迷仍旧希望科比,能够生一个儿子,来继承他的篮球天赋,所以他们评论道,五少什么时候道,早生贵子在接在立,还有人调侃四头灵众,世界级老丈人。 此前,科比在脱口秀节目中,表示希望生五个孩子,这样就可以组成一支内部篮球队。 他还表示,瓦尼莎给他压力,他想生一个男孩。 36岁的瓦尼莎,虽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,但他依旧身材傲人,长相也仍旧美艳尼人。